歡樂的笑聲 學生們拿著作品一一上台分享 聆聽的觀眾不時給予鼓勵掌聲 主張高中美術老師張澤平 課程融入生活經驗 創新的教學方式 榮獲今年教育部頒發的 教育奉獻獎榮耀 我長期在辦藝文活動 我覺得一件事情 看起來可能不足為奇 但是如果一件事情 你可以做了十年 它可能會有一點力量 是因為我為了表現出 我比較燦爛的那一年代 燦爛 你知道我特別寫好嗎 上面燦爛還底下燦爛 自在的上課方法很受學生歡迎 張澤平是這次唯一獲獎的 新竹地區高中執教師 尊重年輕人的想法 這一堂課自畫像 透過繪畫 讓正值青春年華的高中生 更了解自我 也訓練他們的表達能力 有時候我滿害羞 不太敢跟同學講話 這堂課學到就是 要表現自己 老師的課很好 就是活動很多 像是看電影包場 或者是去看美術展覽 然後就覺得很特別 然後讓我們增加 比較多的藝術氣質 張澤平老師的課 就會比較有趣 像可以把自己內心 想要畫的東西畫出來 那種感覺 粉紅色小卡上 慈愛的母親 低著頭補育著寶寶 師誠藝術大師蕭如松 張澤平也受新竹縣政府邀請 創作母親節文創商品 甚至將教室拉到戶外 在竹東河濱公園 進行藝術創作 讓學生親身體驗美的感動 成功